警犬是警察执行危险任务时出生入死的好搭档 而且不受半点酬劳 可以说真正的为国家无私奉献的英雄 在哥伦福亚 当地的警队就特别为14只即将攻城身退的警犬 举行别开生命的退休仪式 让这些曾经协助警队来巡破乱葬岗遗骸 搜出过无数顿可卡因毒品立下打工的警犬 获得他们执法生涯中最后的表扬 现在就让我们跟着镜头到警犬的退役仪式 现场去看一看 梳理好毛发再喷上防骚药物 看看眼前这只毛小孩享受的样子 就知道有多舒服了 这里是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 警员们在为他们的警犬打扮 好让他们可以美美的出席退役仪式 好啦一些准备就绪 就一起出发到毕业典礼咯 在这里警犬通常到了八岁或九岁就必须退休了 而过往警犬退役之后会留在狗房里中老 不过现在警队已经开放让民众来领养他们了 让他们在退役之后能够悠闲的度过退休生活 面对即将分离的时刻 警员们不舍得摸摸警犬的头做最后的道别 医生上警员们牵着狗狗走到台上领取徽章和奖状 而柔的狗狗好像知道即将要和主人离别了 只趴在地上露出不舍的表情 天下无不散之言习 告别了战友离开生活多年的警队 感谢这些小小的背影为人们所做出的付出 希望他们在往后的日子里能够平安的度过余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